为了推广南投县的体育活动 南投县体育会日前办理南投爱运动巡回列车活动 日前巡回列车也来到了普里镇 南投县体育会理事长也是副议长潘一泉 亲自到场参加巡回列车的活动 潘副议长表示 南投县体育活动多年来在林县长的支持之下 发展得有声有色 也希望透过运动巡回列车的举办 能够鼓励更多人来参与多运动多健康 我们的运动在这几年 在林县长专业的支持经营 也让南投官不管是全国运动会也好 中等学校运动会也好 可以说全省都是名列前茅 这就代表南投官官党以及所有议员 对我们体育不是只主动建设 在人的身体上 我们管政府和议会 把我们的运动策略来转观 县体育会总干事洪明慧表示 这次的巡回列车活动 是要鼓励泄民能够一起来运动 初步将会有南投县四个乡镇市来举办 未来也会扩及到13乡镇市 欢迎乡亲踊跃来参与 体育会和管政府这次专程把刑定摆成四站 我们来推电看看 因为体育会已经摆13乡镇 体育会和所有的县府的店都摆好了 我希望你还做一个美女 一个改变方式 如果做得好我们美女13乡镇 的类资都给它开好 希望我们教育部体育署 一直支持南投官的体育 毕竟我们的经济性的运动 也一直在进步 休闲性的运动 我们都要教好 让大家运动休闲健康都关怀得高 南投县体育会 多年来致力于县内的体育运动发展 多年来不论是射箭 垒球 跆拳道 或是最近比较新兴的竞技碟杯 剑道等等 都发展得有声有色 体育会理事长副议长潘一泉 也希望透过体育竞技的推广 能够鼓励全民一起来运动 让身心都能够更健康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 小时期 Hoover 感谢观看